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前锋 或许放在现在也能值八千万 他就是哈宝宝哈林顿 很显然哈林顿即便是在当年 他也不属于一流的大前锋 然而现在的打法非常流行 2.03到2.08米身高可以打四号位甚至中锋位置的 那么哈林顿的身高以及出色的外线投篮 应该说是哈林顿整个生涯 都赖以为生的本领 更重要的是哈林顿的防守也很凶悍 因此以哈林顿的特点而言 如果放到现在的联盟真的是一个香波波 要知道他在生涯中还没有拿过一个多大的合同 16年的生涯 哈林顿一共才拿到了八千八百九十二万美元 但是放在现在呢 或许他会为自己赢得一份年薪超过两千万美元的合同 即便没有入选全明星赛 可这是一个有过两年场均二十分 巅峰可以场均二点四个三分的超级前锋 哈林顿赶上了高中生加盟NBA的潮流 在1998年仅18岁的 他就被步行者队选中 那么再早在高中时期 他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水准和状态 跟着步行者杀进总决赛 是当时最新型的前锋类型 那么到了哈林顿的巅峰时期 当时是在老鹰和勇士度过的 2004年他通过一次交易 被步行者送到老鹰换去 斯蒂芬杰克逊 在老鹰队的两个赛季里哈林顿 打出了当家老大的水准 此后他又是一番折腾 回到步行者之后再次去了勇士 而去了勇士之后 他就跟着这些匪徒 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黑八奇迹 将历史战绩第六号的67胜的小牛在首轮站落马下 哈林顿的转换进攻 三分投射 身高 放在现在真的样样都是宝贝 不过自从勇士之后哈宝宝 再次走上了流浪汉的生涯 还曾短期效力过CBA的福建队 最终在2015年宣布退役 现在看起来哈林顿的打法 真的很适合勇士和小球时代 只是十年之后没有人想过联盟会进化到这样 勇士队向来喜欢用进攻型的前锋 而如今这里的中锋是比哈宝宝还矮的格林 三分还不如哈林顿 小球时代真的是埋没了当年太多的天才 他们连没班车都没有赶上 初时间短期效力过至少ally的核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